你 于大宝为何被骂上热搜 八倍镜还原场上散布细节 他被批 真不远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中国国族关注于大宝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想和大家说一下那么最近的于大宝被骂上热搜的情况 我们知道在最新落下帷幕的一场比赛当中的中国队最终的是1比1逼平的沙特拿到了一分 虽然说最终的还是没有办法进入世界杯但这场比赛呢 要很多球迷终于是看到了中国足球久违的是血性和我们的拼搏精神 那么尤其我们也看到像戴伟俊朱成杰这些年轻球员的在本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唯一一个点球打击的还是朱成杰这个21色的天才小将 所以说实话我们中国国足的未来的希望还是在这些年轻球员 而他们的表现在赛后呢也获得了很多球迷的认可 当然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到这场比赛虽然说有些年轻球员表现不错 但是与此同时 同时呢 有些老将在比赛场上的 确实完全令人失望 尤其啊是于大宝呢 在本场比赛的表现真的是一塌糊涂 甚至在比赛结束之后因为他三次在比赛过程当中散步呢完全没有配合 队友的进攻呢 是被骂上了热手 可以说对他而言呢 也承受了外界很多的批评 那么到底情况是在场上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我们也不妨通过拔背景来还原一下这个赛场上的真相 来看一看于大宝 到底做了哪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当时比赛是进行到第75分钟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呢 李肖鹏 是用于大宝金进到了换下了张玉林和徐星 啊 李肖鹏是希望啊能够用于大宝他的速度呢 来保持我们中国队的一个整体的啊 这个进攻速度 然后呢去冲击对方的防线 但没有想到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安排的 那么让于大宝这边的在场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甚至在赛后遭受到了外界太多的批评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整场比赛于大宝出场14分钟的他的整体表现实在是令人 太失望了 整整个比赛过程当中的只有7次碰球那么其中6次传球4次成功两次丢球两次犯规两次身体对抗的都出现了重大的一个失误 尤其是其中三次散步啊对对手的一个进攻的完全无动于衷这种表现的更是让很多球迷彻底失望的 当时我们看到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左右也就是于大宝的上场刚刚4分钟 这个时候年轻球员戴伟俊呢是面对对方的两个球员的一个包夹呢是强行进行突破 结果呢旁边的于大宝却是对 自己队友的一个整体进攻的完全无动于衷 所以最终啊他是在场上散步的甚至连年老的一个裁判的都是赶超他的速度超越了他 那么当时呢于大宝在看到这一幕之后呢他自己居然伸手向自己队友 还有主帅去抱怨觉得为什么没有人去提醒他 那包括在捕食阶段我们也看到了于大宝同样也是面对啊自己队友戴伟俊的进攻呢他是两次无动于衷 甚至面对对手的一个强攻之后呢他在半场当中啊还做出了一个插腰的动作完全是在看戏的一个状态 所以很多球迷那么在比赛 过程当中来看到于大宝如此无动于衷完全放任自己队友和对手的一个整体进攻的安排 那么完全没有去配合进行一个进攻的话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也引起了很多质疑 所以才会在赛后呢被骂上了热搜 说实话我觉得于大宝这个老将的一直以来都被大家开玩笑说是中国队的服将 但是呢他完完全全就没有承担起他作为风险 球员那个角色在比赛过程当中的根本就是 透明版那个存在 甚至拖了整个球队的后腿 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被批评了一点的不冤而且呢我觉得就像有些球迷手术那样的 这种老将这种球员如果说在场上了 根本就毫无斗志的话 还不用赶紧把他换下去甚至呢直接清除出国家队 把他的位置把他的这样的一个出场时间的让给更多的年轻球员去培养 国足年轻一代 所以接下来也希望了下一场比赛不希望再看到于大宝这种糟糕的表现了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捞球拜拜